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遗忘 今天呢给大家照一下我几简后的衣柜啊 到目前为止呢,我觉得我留下的衣服呢我还蛮满意的 就是这个数量啊,还有这个分类 我今天主要给大家讲一下我是如何分类我的衣服和我们如何要控制 当然我可能和年轻小姑娘的要求不一样 你们就是身材又好啊,喜欢打扮很漂亮 对我一个家庭主妇来说,我可能只分职场上正式场合 然后家里家庭居住平时日常的服装,所以比较容易 但是呢,这个分类的理念还是在这里边的 我希望大家能作为参考啊 像我这里边,这里呢就是两件深色的,像T恤一样的 这个是比较像沙制一样的这种衣服 两个呢是一个黑色,一个比较深蓝色的这个衣服 然后呢我有两个裙子,两个连衣裙 那天还有个观众朋友还跟我说说 我穿这个显得很年轻,好开心啊 然后呢这里有一个比较长袖的厚厚的 那天他们比如说,哎呀你在家里边 就是这个衣服穿并不是很好看 但是我说这是当家居服了也舒服了 这因为澳洲的天气变化也很大 所以我会留一件比较厚一点的 如果哪天冷的话会穿 谁知道呢,墨尔本天气永远发神经的啊 今天就热死,明天就冻死 今天呢是外面有41度,特别特别热 然后这里也是短袖的,一个比较一半红一半白这样的衣服 这是短袖的上衣 我裙子只有两条,这些都是T恤 这平时呢可以穿,拿来穿的 然后呢,这个呢就是一个运动装 运动装呢就是出去走路运动的时候穿的一个上衣 这两件呢,这个也算是家居服,我身上穿了一件家居服 然后这是夏天的睡衣 也可以当睡衣穿,这也是夏天的睡衣 然后呢,就这么几件 就是我的上衣呢,就这几件 然后呢,这里还有一套,一个短裤,一个上衣 这是我今天穿完,回家我都脱下来挂在这 然后呢,我身上穿的是家居服 然后我这里的呢,几个外套 这一套呢,是什么呢 这个外套是我买了很久了 而且很旧了 我专门留着我去整花园的时候,怕晒的时候好穿的 所以,我为我做粗活 脏活的,会准备一套衣服 专门出去捡草啊,整花园用的 然后呢,我会把帽子塞在这里边 这样提醒自己不会忘 然后这里呢,有一个小风衣 蓝色,就是浅蓝色的小风衣 因为澳洲天气,你穿里边穿短袖 外边肯定要戴个外衣 说不定忽然间就冷了,这边天气是这样的 然后呢,这里呢 是一个,这是super dry的 像雨衣一样的这种材质 我觉得旅行的时候是一定要戴的 可以当雨衣穿也是非常好 必不可少的一件 然后这里呢,有两件 就是一个是羊毛衫的 一个是羊毛衫这种的外套 然后里边是一个像衬衫一样的薄薄的外套 这都是准备着 在澳洲就是说 你出门冷的时候好套一下 然后这边这些呢 就是比较出门的时候 正式场合比较穿 正式场合穿的 那这个呢,是个军 我特别喜欢军绿色的外套 你看,也喜欢这种 鼎鼎鼎这种东西 但是这件衣服为什么留下来呢 是因为我有一个Prada的一个包包 就是这种花纹的 手拿的 所以是很开手的那种 就是很休闲的一个包包 所以这个外套呢 是专门配那个包包的 我现在买 就是穿衣服干嘛 我会想要就是配搭之类的 这方面的问题啊 然后这个呢 在淘宝淘回来的很便宜 但是这个显得特别好 就像那种 像那个Burberry的那种 那种款式一样啊 我在职场上 比方我出去 meeting啊 开会啊什么 穿这个都非常 感觉就是 蛮有职场女性的感觉的 这两件黑色的羊毛衫呢 比较正式一点场合呢 穿这种的衣服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绿色的 然后呢 还有这个蓝色的呢 它就都是短上衣 这就是给我 比方说 去参加什么 去吃饭啊晚宴啊 稍微看上去 比较正式一点的 那种那种上衣 然后这里呢 就留了一个 这种裙子 大花的 这个我还没穿过 这个也是留着 比方说参加晚宴啊 什么穿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晚礼服 大家看过 我参加过婚礼 还有一个晚礼服 还有那种宴会 我就穿这个晚礼服 留了一件 然后这个呢 是coutel dress 也是就是出去 周末去酒吧的时候 可以穿这种 这是个裙子 然后后面这个也是 也是 比铃比铃 闪亮亮的 这个裙子也是 就是都是 比较正式场合呀 才会穿的衣服 然后里边呢 我就 这个是我大毛衣 然后里边是一个 比较厚的睡衣 其实这套衣服呢 我本来应该和冬天的衣服 一起放在地下室 但是大家都知道 澳洲天气很奇怪 Malvin的天气很奇怪 所以呢 我就留了一套厚睡衣 和这个大毛衣 以防晚衣 如果忽然间变冷了 靠 就屁 在家里好劈一下穿一下 然后里边呢 就是有一个 也是大衣 但是呢 就是一般情况不会穿 但是以防外衣用的 我就会拿袋子套起来 放在里面 像这个也是包在包起来 因为这个如果脏的话 可以直接洗 那我现在就是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的是 我这里边的分类啊 也就是说 我们一般情况底下 都是有这种 像这种 晚礼服啊 正式场合穿的衣服啦 因为我平时呢 就是像参加这种晚宴的机会 不多 一年呢 就是两到三次这样的 但是你们北友也不行 所以呢 我比较好看的呢 我都会留一到两件 就足够了 因为不同场合嘛 他们认识的人也不一样 所以我不怕 就是说 你穿了之后别人觉得 你怎么又穿这样的衣服 而且越基本款越好 而这种呢 就是比较上 正式一点场合呀 穿的衣服 参加朋友的生日派对呀 什么穿 然后呢 这边就是比较正式一点呢 像去签约呀 或者是工作呀 时候穿 然后呢 我在这些呢 就是什么休闲外套 然后就是 这个就是工作的时候 就是整花园 干脏活 脏活累活的时候 所以这些 基本上把我平时 日常所用的服装都包括了 而且我每一件衣服呢 我都穿 就是直接拿上手 穿就都好看的 虽然可能你们觉得 这衣服并不是很好看啊 我外边洗的 其实还有几件 我没有拿回来 但是这里边的每一件衣服呢 都是我会穿出门的 就是我穿上身 我觉得OK 我是愿意把它穿出门的 这些全部的 没有一个是 我穿上身觉得 有一点点缺陷 我不会穿 一件都没有 这里这里边的每一件衣服 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看一下我的裤子 我呢裤子呢 这样看来其实蛮多的 我这里因为有牛仔裤呢 我只有两种裤型 这个是就是 这里边只有一件是破洞的 破洞就那种破洞的那种 裤子 我很喜欢就一条 然后其他的不同颜色的这些呢 全部是同一个裤款式 因为我找到像我这种 屁股大腿细的人呢 就是就穿这种裤型最好看 就是那种紧身一点 然后会把脚腕细细的地方露出来 会显得这个人就是瘦一点啊 虽然这怎么也不会显到太 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显太瘦 但是这至少我穿着裤型是 配什么衣服都好看 就是什么场合穿都可以 所以我就一下就买了很多条 买了很多条呢 就是我要很小心的穿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这个裤子呢 小猫猫他们一抓 上面就会挑撕 所以我就会分 有些裤子是家里穿 有些裤子是去干活穿 有些裤子呢 是正式场合穿 因为它其实并不是因为什么原因 只是因为 被小猫猫抓的就挑撕了嘛 有的裤子看起来很旧 就没有办法穿 而这边呢 是什么呢 就是我只留 这个是我的收腰 收腰的这个短裤 就是穿完礼服的时候穿 然后有一个紧身裤 就是七分的紧身裤 我以前有三条 但是我从来不穿这种裤子 所以今天呢 我就处理掉两条 只留一条紧身的短 那个七分的裤 然后接下来的呢 就是 这个是运动 运动的短裤 这个是运动的七分裤 然后呢 这里有两条短裤 然后这里挂了一条短裤 就是三条短裤 所以这 这里边呢 已经包括了 我所有平时日用的裤子 都在这里了 就是足够了 这里边就等于是 包括春夏秋冬 所有的裤子都在这里边了 就足够了 随便给大家照一下了啊 就是内裤 内衣 长袜 短袜 然后也是这么 随便拿盒子这么一分 也是感觉非常舒服 然后再照一下下边 下边呢 这八双呢 就是我日常会经常穿的鞋子 像我有这种 这种晚礼服的鞋子 凉拖鞋 然后那种直肠的高跟鞋 然后很 很舒服的平底鞋 然后呢 小奈儿的渔夫鞋啦 然后也是那个 也是那个 像奈儿的那种高跟鞋啦 这些呢 就是 就是在我急剪以后呢 我才发现 我们以前呢 总是不舍得穿 就是好鞋 不舍得穿 然后呢 总是穿来穿去 都是那些 就是便宜的 款式旧的 或者很将旧的去穿 我觉得我把那些款式 都急剪掉以后呢 我就不得 就不得已 要把我的好鞋 拿出来穿 那我每 可是呢 我拿出来之后 其实我每次穿 我都好开心 因为至少买了它 我拿出来用了 这才是我真正 想要的生活 而不是 总是拿替代品 或者拿次品 拿一些东西来代替它们 然后让自己 永远过在一种 将就的生活底下 所以那种 所以呢 我说衣柜衣服多呢 它只会让你 永远没有机会 穿上好衣服 那我这里边衣服呢 不能说是都是好衣服 但是至少这里边 每一件衣服都是 我真的是精心挑选过的 我真的是会穿出门的 会愿意 把他们穿出门的衣服 好 今天呢 就简简单单 给大家照一下 我的 我极简以后的衣柜 然后上面呢 这两盒呢 就是放的是 我的床单床套 然后只有两套 而且我永远都是 挑最好的 好了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